哈喽大家,今天就想来分享一下我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做的一个APP重构的练习 想知道我是怎么把这个APP从这样变成这样的 就继续看下去吧 神鹤你好 这不是广告哦 他们都没有给我打钱 因为我要改造的就是一款通过提供原创课程帮助用户改善体态的软件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做APP改造 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问题比较明显 容易下手的产品 有不足希望大家能够亲喷 我觉得要改造一个APP就不能凭借自己主观的喜好去改 虽然相信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它肉眼可见是存在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丑和存在的bug 那我的理念就是宁可不改也不要去做不必要的修改 除非说这个改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什么样的修改才是有意义的呢 首先就是要去了解这个产品 它是什么服务于谁 解决的是什么用户需求和商业需求 只要当用户和老板能够从中获利 这个产品才有存在的必要嘛 如果一个产品只注重用户需求 而不注重商业需求 可能很好用 但不赚钱 反之也就是这个APP现在存在的问题 就是过度注重商业需求 不注重用户需求 还会感觉有点过度营销了 那确定好产品目标之后呢 我就开始梳理它的功能 把它一个一个列出来 再去完掘一下它功能上存在的问题 比如我就发现它的首页有出现重复的模块 还有未开发完成的模块 放在首页最显眼的位置 实在是有点浪费空间了 再加上画风清奇的图片 使得牌板更加混乱 有些功能也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除了解决问题之外呢 也要去放大它的优势 这个APP主打的是体态矫正类的课程 它所有的内容都是自己原创的 这是它目前最大的一个市场竞争力 其次呢它有一些小细节做的 其实也是不错的 比如说专门为姨妈妻设置课程啊 利用点滴这个概念 来形容这种每天都要做的打卡功能啊 虽然看起来牌板很混乱 但是它功能其实很少 也没有多余的功能 就比如说像我非常讨厌的商城啊 或者是一些谈创广告之类 它都是没有的 最后呢就是它的商业模式 是通过付费内容 还有开会员的形式 其实是比较明确直接 而且不会特别的烦人的 那在把它的功能 问题还有优势都梳理出来之后 那这些功能要如何重组呢 首先呢就回到第一步 找出来的用户目标和商业目标 将所有列出来的功能 归类到这两个目标下 比如说像训练计划 课程 打卡 体态记录 这些功能就是属于用户比较在乎的 能够给他们解决训练需求的功能 对于公司来说呢 不非课程 会员充值 还有这个并没有做完的体态评估 才是为他们赚钱的功能 那我还可以给这些功能 再按优先级进行划分 比如说满足用户需求的功能里面呢 更为相关的是训练计划和课程模块 记录相关的功能 可以增加日活和流程 但其实并不是必要的那个功能 因此优先级呢 会稍微低一些 在满足公司需求的功能中 付费课程这个模块 适合用户目标这部分的功能重合的 所以应该是继续保留它在banner的位置的 剩下不重要的功能从首页中挪走 比如说像基因自测啊 提态评估这种明显是只会使用一次 或者说使用频率偏低的功能 就没有必要放在首页 定好功能部分的修改之后呢 可以开始做视觉上的优化了 假设这个APP针对的是 有改善体态需求的大学生或者上班族女性 以原本logo的颜色为出发点 做尽可能小的调整的话呢 我想象中整个感觉就应该是比较简约 比较时尚温柔可爱女性化一点的 再根据这个粉色也选择了一下配色和字体 其次就是根据调整好的新功能逻辑呢 进行重新排版 首先我在iPad上画出底部Tab的三个页面的槽图 大致确定一下排版 然后到电脑上用Figma画出原型图 此时用灰色的框框代替图片的位置 可以更快地完成排版的设计 而无需纠结这个位置到底放哪张图片好 那确定好排版之后呢 就可以进入UI设计的部分 添加颜色图形图标还有图片 最后呢就是填充图片 这时候我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瓶颈 我知道图片是这个APP最大的硬伤 但是我在网上找不到合适的图片去替换 一是考虑到版权的问题选择本来也不多 二是考虑到假如真的采取我的方案 随着内容的增加 每次都要去找风格匹配的图片 操作性也不是很强 最终可能还是会变成 解决方案就只有1 这个公司在产出内容的同时 能够为每一个课程制作一张好看的封面图 但这个目前我就不受我控制了 第二 画一套插画作为banner和封面图 那么我的整个设计风格 就从天简约时尚的风格 变成了那种清新插画风 于是我决定还是 着手开始绘制几张跟APP内容 还有风格匹配的插画 有四个好身材好体态的小姐姐 对应了我们的用户画像 四张画分别突出用户最为关注的身材部位 那最终加上图片的效果就是这样啦 首先来到首页的部分 首页放的都是满足用户需求和商业需求的功能 首先就是找课程的需求 针对有目的性的用户设置了搜索框 针对没有目的的用户设置了课程推荐 以及推荐付费课程的轮播图 那针对跟链部分的需求呢 其实点击首页上任何推荐的课程 即可进入课程跟链 或者点击收藏 方便以后跟链 那右上角放置了理论上来说 老用户使用频率最高的打卡功能入口 首页滑到底部保留了原本的体态学院 也就是相关文章的板块 突出原创内容这一优势 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有更好的地方可以放它 因此我就选择保留不做修改 训练计划是整个APP的核心功能 原本只展示一个用户购买的课程 一个几乎要引申的所有课程入口 一个私人定制课 以及一个姨妈期的课程 就每一个Tab里面只有一个课程的内容 对于这个核心模块来说 设计非常不合理 修改后呢 我把所有跟课程相关的模块都放到了这里 用户既可以在训练计划这个模块中 找到自己已经购买的课程 或者是私人定制的计划进行更练 也可以在第二个Tab中去寻找发现新的课程 右侧呢 还是保留了姨妈模式这个特色 并把原本在首页的浏览记录 和在我的这个页面的收藏的课程 也移到了这里 这样子不管用户想练什么 都能够在这个页面找到了 在训练计划的部分呢 原本这个页面就只能展示 一个用户购买的课程 修改后增加了卡片 左右滑动的交互 这样用户在购买多个之后查看起来也会非常的方便 每个课程卡片上呢 都新增了一个拍照打卡 数据分析模块和评估报告 增加课程的专业性和用户的体验感 在我的这个页面 除了做一些奇奇怪怪的重新拍板 把这其中常用且跟用户个人相关的功能 放在了中间 稍微明显的板块 有像是邀请完这种不那么常用的功能 就移到了上面的列表 还去掉了一些多余的部分 所以还能说一下前面提到的 那个叫做点滴的打卡页面 用点滴这个概念来形容打卡 我觉得概念是挺好的 虽然它不是主要功能 但是我也忍不住改造了一下 原本的逻辑是 用户要首先在六个打卡项中 选择自己需要的打卡项 然后才能进行打卡 我不知道谁设计的这个操作实在太麻烦了 既然总共就六个选项 就没有必要再让用户从中去选了吧 直接点卡片打卡就可以了 打卡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成就感 因此用一颗大水滴来展示当日的进度 添加日历功能 查看历史打卡 以及分享功能 可以把打卡成就分享给好友 这里我还做了三版方案 你会觉得哪个好呢 那其他页面也是类似的处理 比如重新调整排版 填满过多的空白区域 并且去掉一些重复且无用的功能 OK那这就是我这次APP改造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你觉得我第一次做这种改造设计 还算合格的话 记得给各三连鼓励一下哦 如果你喜欢这类视频的话 也可以弹幕告诉我哦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以后我还可以接着分享 那下次我们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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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